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公布最新财报显示 10月销售额3674.7亿元新台币 环比增长11.0% 同比增长16.9% 创单月营收历史新高 台积电1月至10月为计销售额3.13兆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33.8% 创历年同期新高 AI相关需求持续强劲 法人表示台积电在AI晶片浪潮中稳坐供应链核心 各大AI晶片厂商排队拿产能 第四季度台积电材测核并营收将介于322亿美元至334亿美元区间 中卫数约环比减少1% 台积电在此前法说会上调 今年全年营收以美元计 约增长近35% 较此前预估的30%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正在加深与台积电的关系 11月访台之旅 这是他在三个月内第三次访问台积电 当时黄仁勋参加台积电年度运动会时表示 他觉得自己是台积电大家庭的一员 他称如果没有台积电 汇达不可能在这么多年里建立并蓬勃发展 台积电是台湾的骄傲 是世界的骄傲 也是他的骄傲 黄仁勋回忆起他与台积电的合作是如何在30年前开始的 当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邀请他访问台积电 并提出帮助辉达制造晶片 从那以后 两家公司都从小型初创公司成长为全球科技巨头 他说他们现在很忙 他知道台积电的所有人都在忙着为辉达工作 黄仁勋参观了台积电 在台湾台南的主要生产中心 并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共进晚餐 他在8月底参观了台积电在新竹的总部 10月他还参观了台积电 在亚利桑那州最先进的海外生产中心 标志着辉达最新的Blackwell晶片 首次在美国本土生产 活动结束后 黄仁勋表示业务非常强劲 每个月都在增长 台积电在支援他们生产晶元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11月旋风访台之后 摩根士丹利证券在最新释出的AI供应链产业报告中指出 辉达AMD等国际AI大咖 甚至连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都积极抢占三奈米产能 致使台积电三奈米产能出现短缺并紧急扩张产能 摩根士丹利证券指出 考量挥达寻求更多晶片产能支援 可能已促使台积电重新评估扩产规模 预期台积电有望在台湾额外新增每月2万片的三奈米产能 2026年资本支出渴望挑战500亿美元 大幅超越先前估计的430亿美元 也为上游半导体设备族群形成潜在力多 摩根士丹利证券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嘉宏先前曾提出 目前真正的瓶颈并不是Co-OS封装产能 2026年上半年要关注的 反而是台积电前段先进制程晶圆代工产能不足 而是台积电前段晶圆制造能力及ABF基板供应 特别是T-Glass短缺 随国际AI大厂积极抢占产能 使得三奈米产能出现短缺的情况 世新KY日前一重申三奈米制程晶圆代工产能 功不应求 詹嘉宏指出 国际AI大咖包括辉达、AMD及世新等多家台积电客户 均在争取足够的三奈米产能上遭遇挑战 台积电与创意证携手为特斯拉提供服务 借助相关晶片的制程设计与生产 根据台积电法说会说法 台湾所有新建捷径式空间均将配置于2奈米制程 3奈米制程扩产势必在既有厂房进行 大摩最新调查显示 台积电或将把22奈米、28奈米自5-15移出 并把部分成熟制程设备保留给未来欧洲新厂 借此腾出空间增设3奈米制程 摩根式单立证券原本预估 今年底前台积电三奈米产能 每月将额外扩增2万片至11万片至12万片 高于预期 若相关计划实施 2026年则将再增加至14万片至15万片 以每间片三奈米月产能 约需3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算 使得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将由原计划的430亿美元 提升至480亿至500亿美元 新增产能主要来自二部分 亚利桑那二机厂每月新增2万片 台湾既有4奈米与5奈米制程产线转换 每月可再增加1万片 但问题在于 近期多家主要客户都反映 三奈米制程产能紧俏 包括辉达、AMD、世新KY等 想从台积电确保充足的三奈米产能 皆非易事 有鉴于台积电既有扩产节奏 已不足以完全满足高效能运算HPC与AI晶片需求 大摩最新供应链调查发现 台积电正考虑额外再增加每月2万片3奈米产能 使整体产能来到每月16万片至17万片 超乎市场预期 摩根式单例证确说明 若台积电最终确认新增每月2万片产能 意味将增加50亿至70亿美元额外资本支出 2026年整体资本支出规模可能达480亿至500亿美元 由于先前估计的430亿美元规模 台积电三奈米产能扩张以及资本支出增加 将对半导体设备厂有正面催化作用 其对台积电 创意 世新等持续看好 其中维持台积电由于大盘评级 目标价1688元新台币不变 并列为首选标的 根据大摩美国研究团队 所做全球云端资本支出追踪数据 Blobal Cloud CapEx Tracker 2026年全球云端资本支出将扩大至6210亿美元 年增达33% 大幅高于市场共识预估的年增25% 由于AI需求维持强势 并成为云端资本支出扩张的关键动能 对半导体产业的带动程度将有增无减 在此背景之下 据相关报道 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制程技术 近期出现供应紧张现象 面临前所未有的订单压力 爆仓不断 市场需求激增导致产能极度短缺 尤其是主要客户苹果 已抢先锁定了2026年 超过一半的产能份额 相关分析指出 苹果的策略延续了近十年的惯例 提前预定最先进制程工艺 确保其Apple Silicon晶片等产品的技术领先优势 同时限制竞争对手的早期获取能力 这一模式在三奈米时代 已被证明对苹果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体来看 为应对客户需求 台积电正加速全球产能扩张 其计划包括在新竹宝山和高雄设立新厂 同时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区 将引入2奈米制程技术并进行技术升级 据悉公司还在当地购买更多土地 已形成关键产能集群 由于苹果等巨头占据初期产能的绝大部分份额 其他非评客户被迫启动备用方案 例如特斯拉高通等公司将部分产品转交三星代工生产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